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值9的频道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款汽车板金修复产品的更新情报 尽管汽车板金修复领域是一个挺冷门的细分市场 汽车板金修复工具也是个更新换代比较慢的领域 但这不妨碍我们持续更新改进产品 毕竟不管是再好再稳定的产品都有提升改善的空间 今天介绍的第一款产品是我们的戒指连发器V2 戒指连发器已经是我们行之有年的产品了 它可以让板金技师像机关枪一样 以高效填充的方式进行戒指片的装填输送焊接 每一片戒指片都可以靠得非常近 让你在有限的空间尽可能焊接更多的戒指 来获得强大的拉力 而戒指连发器V2对老款产品进行了以下几点改进 一 外壳从老款的铁板材折弯焊接 改成了一体成型的铝挤型开模件 这样的改变让整个外壳的精度大大的提高 机子片的推送上下盖滑动也更加精准顺滑 二 上盖从铁变铝连接轴油铁变黄铜 使得整体导电性更佳 降低铁机子片与连发器打火的可能 提高输出电流让你能以同样的电流焊得更牢 同样焊牢却仅需更小的焊接电流 这能让你降低焊接热量 提高戒指片的寿命 三 弹夹手柄是我们保持久戒指连发器的设计精髓 可以轻易的打开大量装填戒指片 但是我们仍旧有一个欧洲经销商 对这个手柄盖仍不满意 觉得会摇晃 觉得有误触脱落的风险 所以我们改进了卡点与导轨 让它不可能摇晃 并且无论你怎么拍 都不可能让它可以弹开 只有真正想打开的人才能够打开啊 再来说说360拉拔环 这是一个原理非常简单 但是简单又实用的创意产品 可以让你在铝车身修复时 允许你将铝钉值得更密更近 不怕拉拔环因为彼此干涉而安装不了 因为360拉拔环具有螺母与拉环 分体式可旋转设计 所以你能够在很小的空间内 尽可能焊接更多的铝钉 通通装上拉拔环 提供给你更强的拉拔力 甚至还允许你在拉拔杆与拉拔器 都架设好的情况下 个别调整拉拔环的高度 360拉拔环V2的改版 主要是拉拔环有原先的环与柄 焊接的结构 改成了粉末冶金铸造的拉环 搭配模具冲压来线位螺柱 不拖出 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于我口袋里 每天都会携带的钥匙圈 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外观 也让拉力强度可靠度大幅提升 实测可以通过500公斤以上的拉力 而没有任何变形 为什么说是500公斤以上 那是因为我们厂内目前最大的拉力计 也就是500公斤再高的没有了 最后说说Slide Easy Puller 拉把器 这是一款可以连接点焊机 用焊头集焊集拉 也可以装上拉钩 用拉钩去拉把介质片的 双用板间修复拉把器 当使用拉钩拉把时 按压把手可以提升拉钩 并且还会自动锁止 避免下滑 当使用焊头时 拉钩可以被卡在横梁上 一方面可以收纳 二方面可以解除自作功能 让你可以想拉就拉 想放就放 对板筋进行按摩 Slide Easy Puller V2的改动在于 我们那要求严苛的欧洲经销商 提出了 即便使用拉钩拉把 有时也是需要想拉就拉 想放就放 对板筋进行多次按摩的 这样有助于消除硬力 让你想拉出来的板筋凹坑 不会一松手立刻就弹回去 于是我们在机构上 新增了一个小开关 这下你可以在焊头模式 或者拉钩模式下 都可以选择自锁 或者非自锁了 我们的产品离完美还很远 但是我们有一颗 追求完美的心 并且愿意也努力 一点一滴逐步迈进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你 跟我们一起玩下去 我一直就不在地的 我们一起玩 bladder 还有息兽 这次好 可以来自销 재밌' verified 感谢观看